第1036集 沈亦诚看着他这么一本正经地跟自己说话 那样认真的神情 并不像是在开玩笑 而接下来 他听到的布局和他的手腕 以及可以利用的人脉 都让他觉得 他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即便是他 恐怕都想不出来 如此庞大而缜密的布局 他想要打破京都如今的平衡 就得先从四大豪门下手 而四大豪门之上 还有三大百年家族压着 穆家 江家 甚至连霍家都站在了他这边 他要下手就并非难事了 这个连他都不敢想的事情 他不仅想了 还真的去做了 眼前的小芸汐 真是让他光目相看 震惊不已 见他一脸错愕地盯着自己看 芸汐以为自己说了天方夜谭 把他给吓着了 忍不住笑了笑 是不是觉得我在白日做梦不切实际啊 不 沈亿辰摇了摇头 谋色深沉地看着他 只是觉得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说不定你可以 从他的谋划和布局里 他能看得出来他的决心 不管将来如何 也许 他真的能够打破如今 京都平衡的局面 再创一个新的 甚至是 更好的格局 穆飞驰也可以 但是他不愿意让军国内忧万患 他也不是不能 也有着同样的手段 但是 他没有三大名门的人脉支持 更没有如此不顾一切的魄力 毕竟 他们身上都肩负着一个家族的重任 他坚信他能成功 无条件地站在他这一边 却没办法和他一起 去对抗其他的几个家族 因为沈家也在这四大豪门里 一旦平衡被打破 他要面对的东西 他的立场 都会变成难以抉择的问题 他开始忍不住期待 期待将来 他在京都翻云覆雨 可却又忍不住担忧 一旦平衡被打破 他要面临的 便是狂风暴雨 只是 你的安全 你自己要小心谨慎 嗯 我明白 我既然选择了 要做这样的事 对自己的处境 就不会太天真 知道就好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给我打个电话 就算我不在国内 也会有人替你安排 芸汐轻笑了笑 抬着手里的奶茶杯子 冲她近了近 先谢谢了 甜品店里气氛和谐 外头的马路上 早已经停了许久的车子 顶着烈日的曝赛 车子里 穆飞驰默然地收回视线 沉声道 开车 齐元朝后头的男人看了眼 少帅 不进去吗 长公子回了一趟沈家后 就匆忙来找芸小姐了 看他们这样 想必 芸小姐已经知道那些内幕了 沈亦诚知道的事情 他们早就清楚 只不过 把一部分不该芸汐知道的事 瞒了过去而已 可没想到 到了最后 还是经由别人的嘴 捅到了她这边 不用了 回去吧 穆飞驰微微闭上眼 轻靠在椅背上不再说话 她匆忙从田玉山赶过来 原本 是想阻止沈亦诚的 刚准备下车的时候 她却什么都不想做了 即便知道了又如何 她要做的事情 和她想做的事情 并没有冲突 只不过当初 她不希望她卷进来而已 如今 她已然身在局中 她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亲近一切 护她平安 奇缘微微叹了口气 启动车子离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